彈耶利書第2章第34-35節 你觀看見有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 打在這一仗搬鐵搬泥的腳上 把腳襲碎,於是金銀和鐵泥都一同襲得粉碎 成如夏天和牆上康披,避風吹散,無處可尋 打碎這仗的石頭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天下 如果我們將昨天所分析這個肉體傾向 我們就理解了全人類歷史的走向為何會變成一個象 全人類歷史的走向為何會變成啟示樂 因為原來我們的肉體真的有這個需要 既然有這個需要,為何我們不為這個肉體求方便 我們為這個肉體求享受 為這個肉體求平安享福 但是最嚴重的問題就是 聖經打從開始已經告訴我們 這個肉體是非常短暫的 如果我們撇棄了甚至去攻擊永恆的價值 而為了達到這短短幾十年在地上的生活 你想想是一件多可悲的事 但很可惜的是 一代接一代 就像金頭、銀碑 一代接一代 人類隨著去肉體都始終建立了一個王國出來 我們一代比一代 我們肉體更加方便 我們一代比一代 我們肉體 無論穿金、大銀 我們所享受的東西是更加奢侈更加奢華 我們一代比一代擁有的享受 物質每一樣東西都更加多 而事實上去到啟示力的時候 我可以說每一樣吸引都非常之大 無論我們所講 人類的所有的成就 我們所講的知識也好 我們所講的學術也好 我們所講的音樂、政治、經濟、物質 包括最恐怖的就是人類創辦出來的宗教 每一樣東西都可以配合我們的肉體 你會看到基督教不可以犯奸淫 不可以同性戀 我們創造一個基督教出來 我們創造一個教會出來 這裏是鼓勵同性戀 這裏是鼓勵犯奸淫的 夠了嗎? 我們為你設計一個短暫適合你肉體 犯任何罪都能夠上到天堂的一個教義出來 夠了嗎? 你現在看到我在說什麼嗎? 你看到現在這個世界在做什麼嗎? 這個世界你會看到 它離開了聖經之後 它其實所做的每一樣東西都是配合這個肉體的 OK 離開聖經不要預備走爛 不要做這些事情 最重要是我的肉體 我又不會因為這樣失去工作 我又不會因為這樣虧了底 我的子女學業又不受影響 最重要就是我和我的家人 和我的子女的肉體 誰那麼有空跟從神 你會看到 在我們人生當中 其實是不斷不斷作出這些決定的 這些決定導致我們 究竟在那個時代當中 是最頂尖而跟著神的時代走向 而導致我們被丟掉的石頭 還是我們僅次於這塊石頭 還是我們什麼都不是 我們只是這個康批 你明白嗎? 我知道你 我知道你有你的經濟 我知道你有你的生活 我知道你有你的學業 但問題就是神也知道 神更加知道 你有多少入命 在歷史當中 祂不會因為這些事情 而卻步不帶領你 因為你的肉體 也是神賜予給你一個的考驗 就是我們的靈魂 在我們兩難之間 我們作出這個決定 我們不是隨從我們的肉體 就像魯德一樣 隨從他的肉體 他可以作出很多很多很多的決定 使他自己安舒 使他自己幸福 使他有一個更加好的將來 但是你看到他裡面 有一個純潔的靈魂 這個靈魂就是他做這些行義的事 在他的靈魂當中 他願意犧牲自己的肉體 所有的需要 甚至自己肉體的存留 他為了祝福他自己一個尊敬的靈魂 神賜予肉體給我們 讓我們的靈魂 能夠經得起這些考驗而得勝 而不是失敗 而不是找藉口 鼎姊妹 如果你找一些肉體的藉口 你一定找到 明白嗎? 因為這個世界根本是教育 我們怎樣使肉體 享福、舒服 使我們這個肉體存留 使我們這些肉體 你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藉口 不過沒有一樣東西合乎聖經 對吧? 因為你打開這本聖經所看的這些人 他們如果說是肉體的話 很多時候 在這個世上 他們對於肉體來說 是過一個失去的人生 但按著聖經所說 他卻在神的面前 去賺取了永恆的獎賞 鼎姊妹 這個就是我們在人生當中 不斷要擺起我們這個信仰的天平上面 我們良心這個天平去賺 賺取了 你做不到 你承認 你不要找藉口 說到做的人才是罪人 說到做的人才是傻人 但我想你知道 你這樣的話 你就即時之間 將你的救恩抹殺了 明白嗎? 因為你是蝕萬人 沒錯 這個甚至可以保護到肉體的顏面 你很有顏面 因為你這樣做是聰明了 人被蠢了 但是這樣的話 你又是做一個鬧劇 這個鬧劇最慘的就是 因為你這樣說 你永遠都不會做 你不會做蠢的 你聰明了 但是問題就是 你的蝕萬已經為你定了一個永恆的去處 在這麼多年當中 我見過無知的人去悔改去信主 我見過頑固的人去悔改去信主 但我到現在還未見過蝕萬人 是可以回轉得到的 你知道嗎? 當然我希望我這邊的信息可以挽回好些的蝕萬人 但是很多蝕萬人的自尊心 沒有人點醒他的話 他繼續走下去的話 是無法回轉的 有很多時候 你經常不能跟這些人說 因為你跟他們說我走 你跟他們說我跌倒給你看 你跟他們說你不是好人 你要我蝕底 頂子妹千萬不要做蝕萬人 因為蝕萬人在自己的王國當中 已經為自己製造一個座位 而這個座位他自稱為王 所以為什麼在詩篇說 不從惡人的計謀 不暫罪人的道路 不助蝕萬人的座位 惡人都是只是初階的 你知道嗎? 罪人只是成為一個習慣 但是到蝕萬人的時候 他已經是自己的王 不是聖經 不是真理 不是教會的屬靈領袖 是他自己就是自己的王帝 你嘗試得罪他 你嘗試說他不對 你嘗試去管教或改證他 他走給你看 我跌倒給你看 證明給你看 我才是王 是不是? 沒有人改到我 所以千萬不要做蝕萬人 因為蝕萬人是我們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為撒旦迷我們自己的肉體 設定了座位 而他們才是王 我們就成為他的奴隸 而這個鬧劇 其實千萬不要想著 我們去做得很久 在我們年輕生之年 我們雖然說我們有一生 但是問題 其實人生是很短暫 做到的事情是非常少的 就算好像我今時今日 可以說信主這三十年 我不斷努力去爭取為神 去做更加多 去付出更加多 去能夠改變自己更加多 但是到現在我一把年多 我只是覺得我為神做的事情 真的很少 太少 生命真的苦短 短得真的很厲害 這麼快就已經 有生日了 有52歲了 你想想 如果為神去付出生命 很多人來說 很漫長 我也覺得這麼苦短 何況你花了所有時間享受 邪情思惑 所謂快樂不知是日過 這個世界所提供給你的快樂 真是快快樂樂 很快就 很快就渡過了 人生 人生在那個過程當中 而快渡過的話 那就真是非常可悲 因為在離世之後 在永恆裏面 是有地獄 他在等著這些人 彈以理書第二章 第34至35節 你觀看見 有一塊非人手作出來的石頭 打在這一張 半鐵半泥的腳上 把腳襲碎 於是金銀和鐵泥都一同襲得粉碎 乘如夏天和牆上的康 被風吹散 無處可尋 打碎這將的石頭 變成一座大山 充滿天下 無遺憾 無遺憾 神啊我決意 借我口稱讚 天是個陰魂 誠意讚美你 是永妙尊貴最可賊 將真美術說遍地 天國盡天 天國盡顯變光臨 神權能 要釋放罪困 這世界 這世界 承認你 是神 是神